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我现在在这里 问候在宣交大楼 还有所谓福音中心连线的弟兄姊妹平安 也问候在收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平安 当时长年来 在佳音电台旁边收听的听众 弟兄姊妹也平安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 当我们渴慕祂 敬拜祂的时候 祂会显明祂同在 九月是我们所安排的叫做宣教月 那当时我们教会不是某个时候才宣教 我们教会不仅是看重宣教事工 我们认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叫做 不是教会做宣教 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所以宣教是我们的所谓DNA 宣教是用保肉化 是在我们的血液的里面 In our blood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把一个月这样的分别出来 一方面跟大家做报告 因为各位的支持 让我们整个教会的宣教 越做越落实 越做越扎实 我们需要有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到底这一年来或者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做什么 那当时特别进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更多人问那今年外面跨越的宣教 我们还可以走得出去 走不出去 那我们到底是停在那里吗 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当然 有人也问到 那如果明年也是这种的状况 我们的宣教如果也走不出去 就不能够到好像过去这么方便 那我们的宣教怎么发展呢 我相信也是把我们的一些负担 跟大家有些的分享 有些交通 不过在我今天讲到前 我要请我们的牧师 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是在整个宣教 因为我们请他特别这一堂 要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宣执处 我们有处长没有错 但我要真的告诉各位 这几年来 整个宣执处的运作 是在我们的姊妹身上 在仙木身上 如果大家不知道他在那边做什么 给一个题 他是整个宣执处的主任 所以你就知道整个运作 都是他安排里面 我请他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好 谢谢欧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 非常非常的高兴 也很荣幸 谢谢教会 让我们在九月份 能够来到主日 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 那是的 就如欧牧师所说 也如大家其实都明白的 我们今年真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的计划都怎么样 暂停了 可是特别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计划 暂停的时候 你才发现 神有没有停 神没有停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来跟大家所做的见证 我盼望今天的见证 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思想 其实我们今年 有在想 还要宣教阅吗 还要宣教阅吗 因为以前我们都有非常多 很棒的影片素材可以分享 今年真的没有办法 很困难 可是我们也想到 其实在台湾呢 相对于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讲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被保守的 我们大部分的地区 现在都还是 有的是第二波 有的也分不清 到底是哪一波了 是没有像我们 我们的新闻 已经可以开始 跟我们的 大家讨论什么 七夕情人节 对不对 放烟火 那我们所在的这种 幸福跟安全 跟他们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宣教阅的里面 是我们教会的责任 是我们母堂的责任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 在这些宣教工厂的里面 他们正在面对什么 Amen 所以好像我们昨天晚上 才收到 银星牧师 从缅甸传来的消息 其实有一个会友 他因为出外工作 其实是确诊的 但是感谢神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 第二波是所谓 症状比较不明显 症状比较轻微 所以也在一个 治疗跟恢复的过程 所以求只帮助我们 在这几周里面 神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更看见 在我们这样的平安 跟蒙福的里面 神对我们教会的托付 好 疫情之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海外的分堂 在做什么呢 其实之前 我们也曾经 暂停过崇拜 对不对 很多事情转成线上 但是呢 我们在海外的分堂 不管你说在 肯亚的奈洛比 或者是在 印尼的雅加达 或者是我们在 中亚的宣教士 他们不只是要忙着 把这个聚会或是牧养 转线上 他们更加忙碌的是 把当地的教会 转成一个救灾的中心 好 所以我power point上 这个是 奈洛比的柏海牧师 他们其实 因为肯亚相较来讲 是比较晚 疫情才爆发的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 看到台湾 看到其他国家的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准备 一直在准备 因为他知道 这个疫情一旦爆发了 在当地是不得了的 那柏海牧师的教会 其实差不多是五六十人 可是在奈洛比已经是当地最大 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教会 他们跟当地的 救协救命 还有其他的机构合作 他们募集了非常多的物资 帮助他们周围的 很多的平民 还有呢 他也把物资远送到 一个安博塞利 就是马赛人的村落 把很多的物资 你知道物资 其实我们去读了 他们送了什么 其实就是米啊 油啊 盐啊 豆子啊 茶 这些非常非常 基本的民生物资 可是当地是没有的 那印尼的亚加达也是 荣发牧师 他们的教会 一直是一个非常 有怜悯心肠 然后非常的爱 这些印尼的百姓的 一个教会 所以当这个疫情 很严重地影响印尼的时候 他们的心是非常的破碎 那他就说他非常高兴 他们有认识一些的人 他们有能力 可以去联动这样子的资源 可以去联络一些比较偏乡 偏远的教会 其实印尼不一定是偏乡 印尼本身 它的腹地是很散 所以光是一个物资 一个讯息 一个小小的帮助 要能够普及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们的教会 也是非常早 就开始做准备 募集非常多的资源 动员非常多的人力 他跟我说 他们投入在这个油费上 可能比每一个包裹 是更重的成本 可是这是必须的 他们送了很多医疗物资 到这些各地的教会里面去 那所以我想要提一下 我们这一些的教会 他们所在的地方 常常不只是这个贫富差距很大 其实很多都是排华很严重的 你可以想象 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跟这样子的冲击 跟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里面 他们里面的那个爱是更多 更多 他们是不断地在想 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他们真的是在当地 活出神的爱来 那接下来 我就是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今年虽然所谓的暂停 我刚刚说 更让我们看见 神是没有暂停的 甚至我这一堂要分享的是 神带我们经历 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我们这个肯雅恩慈小学 我们前几年 去年我们在这边分享 我们去Super Team 对不对 我们完成了一些不同的Project 所以我们今年本来原定 还是四月份要去Super Team 那我们就在想 这个已经做了 有这个美化的学校 盖了这个Playground 做了电脑教室 我们今年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团队在发想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孩子们的这个饮食 或者是这个营养的问题 一直是当地最严重的一个困境 是我们可以供应他们粮食 但是有没有更永续 那我们可以帮他们买豆子 那有没有更多元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思想的时候 我们的团长Danny 他有一天他就说 我觉得既然我们的学校里 有一个这么宝贵的资源 叫做水 你知道在肯雅的贫民库里面 有干净的水源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我们既然有水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特别的方式 比较符合现代科学的方式 来种一些的东西呢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是 所谓的被供应食物嘛 如果我们可以让他们经历到说 东西是可以种出来 或者是生养出来的 我相信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很好的点子 对不对 但是怎么做 那Danny就说 他也不会做 所以我们就想到 团队里面有一个人 他其实也不是学农业的 但是他是我们能够想到 这个最有科学头脑的人了 他是不是宏都拉斯人啊 Bobby OK 他是一个中南美的学生 留在台湾 他就在台湾中研院工作 他其实是读脑神经科学的 他也不是读农根的 可是我们想说 交给一个有科学魂的人 可能他会帮我们研究出 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那果然这个科学魂 一点燃了呢 他就是几天 他就一直泡在那些paper里 一直研究 研究完他就跟我们说 好像真的可行 OK 或许我要在我家客厅 先来开一个农场 OK 那他说只是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这个成本 非常高啊 OK 还有呢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很理解 当地的生态条件 我们这样子就要带着 一大堆的人 一百个人 一起去做这个project 有一点风险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在讨论 这个过程的里面 有一天 James Moose就打电话来 他就说 嘿我 我想到我有一位学生 他叫做Sarah 他是他曾经牧养的一位 大学时期被James Moose 牧养的一位学生 他说他好像是这个方面的专业 所以他们就联系了之后 那长话短说 Sarah呢 他现在过去的十年 他已经是在整个东非 很多政府的水耕计划 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OK 所以他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水耕专家 那他跟James Moose 非常的亲 所以当James Moose 一把这个project 分享给他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一个 Nairobi 贫困的家庭 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一听 他就说 我加入 如果能够为Nairobi 为这些贫民库的孩子 做什么 I'm in 他同样有这个转化的负担 然后呢 他完全是神预备的完美人选 他很理解当地的 所有的气候的条件 当地的 可能有的危机 或者当地有的一些的 好的条件 所以他就来到了 Camillo学校 那我们看下一张照片 那其实我们台湾 很早就出不去了 那时候肯雅 孩子们还在上学 所以呢 其实我们第一批的种子 撒下去呢 是我们Camillo的孩子撒的 OK 所以Sarah就教导他们 就跟他们教育 这个水耕蔬菜的原理 你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学过水耕 没有 有人学过 哇 感谢主 我们Camillo的孩子 学水耕 他们觉得非常的奇妙 什么叫做青菜 有一天不是从地长出来 是从管子长出来 哇 这个真的 非常 突破了他们的想象 可是非常的新奇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 撒了第一批的种子 然后Tim和Sarah 跟他们教育 这整个种植的原理之后 学校就shut down了 那我们这边也过不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照片 哇 我印象还非常深刻 我收到这一张照片 是他们第一次座物收成 是我们那个礼拜决定 我们真的出不去 我们真的心里 百般地呐喊说 神我们真的不想暂停 可是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Melody在下面 写了一句小小的话给我 她说 Amy 等你们来一起吃青菜 等你们来一起吃青菜 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 下一张照片 有什么你认得的蔬菜吗 有小白菜啊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好不好 有生菜啊 我还看到Melody 还摘着甜椒 还有很多当地的蔬菜 所以Melody非常高兴 她说 哇 这是我们孩子 做梦也得不到的 一种营养的资源 那因为现在孩子 还没有办法回学校 所以他们有一个 非常棒的办法 Sarah就把这些所有的蔬菜收成 然后就风干灌装 因为他们说 如果我们抱着一批青菜 在平民窟里走来走去 感觉不是很有智慧 所以把它灌装 那不管要发送 或者是她说 至少可以保存一年 等到孩子们再回来的时候 这些的营养都不会浪费 都是非常好的资源 所以从五月开始萌芽 然后到现在 他们已经收成了至少十次 七月中到八月中的产量 一个月收成九十公斤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好吗 我看到在见证的时候 我觉得神就跟我们在说 嘿 很多事情人觉得暂停了 但没有人说不可以跳 对不对 没有人说不可以跳 神带领我们精力突破 所以我在这边要代表 我们的宣教士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 谢谢所有 一直用祷告 甚至奉献 一直支持着 Camido的弟兄姐妹们 真的我相信对很多人 甚至对很多贫民窟的 这些的百姓来说 他们是活在一个 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 这是一个极美的见证 是神机其实不断地从这里发生 Amen 当这个疫情临到贫民窟的时候 很多的家庭是立刻面临断粮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都是领日薪的 日薪是一到三块美金 日薪是一到三块美金 所以呢 我们去年的这个所有的午餐的奉献 我们收到弟兄姐妹的奉献 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 今年第一季 我们就已经全部就是转给Melody 那Melody也是 她一开学 她就是把整年度的 所有的豆子玉米都已经买齐了 备在这个学校的储藏室里面 所以感谢主 今年当这个疫情 让贫民窟整个陷入困境的时候 James跟Melody 他们就带着老师回到学校 他们就打开这个粮仓 他们就邀请这些孩子们的家长 还有老师的家庭回到学校 他们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规矩的 大家把这些的食物一一的带回家 还有非常奇妙的 谢理心医师 我们教会的指示谢医师 他过去常年带领医疗团 投入在Commedo 不管是软体的这个医疗的工作 或者是硬体这个校舍的一个改建里面 去年中的时候 谢医师也突然就说他有感动 他说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校舍 都已经经历了这个改建 从铁皮屋已经改建成水泥房 那只剩最后一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最后一栋 刚刚那个最后一栋看一下 最后一栋刚刚那张 刚刚那张的这个铁皮屋 就是以前我们所有短学队去呢 最不喜欢被分配 要去那间带小孩 它是非常的闷热 然后非常的昏暗 就是没有什么光线 可是呢去年这个谢医师 他就有这个感动 他说他觉得是时候 他们又累积了快要四百万的奉献 他觉得要让这个最后一栋铁皮屋 也可以改造成水泥屋 所以我们去年这笔的奉献 也抵达Commedo 所以这就是今年两周前 我们看到学校装修的成果 所以整栋的校舍已经翻修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以后我们在这边 Melody说他以后在这边 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还有呢家长可以来到学校 聚会Fellowship 然后以后这边会有烘培的教室 我为了准备今天的分享呢 我有看回一些Commedo 一路以来的一些的历史的资料跟照片 其实我心里非常地感动 我不断地看见 神是带领我们跳跃的神 我相信他们坐在铁皮屋里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坐在水泥的教室 但是神带领我们跳跃 我相信当三年前 有一个机构长期支持学校午餐 突然说要drop out 没有办法再支持的时候 好像陷入了一个困境 可是我们教会街上 我们为这孩子 450个孩子的午餐负责任 午餐没有断 可是现在不只是有午餐 我们还为他们加过蛋 对不对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青菜吃 那或许他们觉得 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学校 可是神为他们升级耶 我们的Super Team 去为他们盖这些的Playground 所以我真的是也想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真的有时候 我不知道你感受到你今年过得怎么样 或许你有一些撒种没有发旺 或许你有一些的生意 你的投资真的不如你的预期 可是我们来看看神的作为 当你撒种在神的国的里面 那个影响力 那个结果子 真的如神的应许是怎么样 是倍增的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暂停 可是神却允许我们有一个跳跃 那我要再继续来分享 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经历跳跃的机会 就是我们的宣职处要开启一个叫做曙光计划 那其实这个曙光计划 我们也是得到这个谢医师 他们医疗团的一个启发 其实他们过去长期都一直有在 支持这些committed的孩子 如果他们有一些真的是知忧 很认真 很想读书的孩子 医疗团为他们募款募奖学金 让他们继续升学 那我们今年也pick up这个idea 那我们呢 这个曙光计划将来也可以通用 或者是说可以扩展 在我们其他宣教区块 譬如缅甸啊 或是泰国 有这样需要的孩子的身上 那我们今年先来到这个 Kamido恩慈小学 那讲到这个平民窟 我觉得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想象是怎么样 我们本来今年还想说 我们要不要来把外面弄一下 做一个平民窟的感觉 让大家走进来经历一下 你们觉得会喜欢吗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反应 我们来决定 我们有没有一天要这样子来实作 那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 去年我去参加这个家庭探访组 也是我第一次走入这个 Kamido的附近的平民窟里面 那我跟你讲 其实心情是既兴奋 又有一点 真的不知道往哪里摆 就是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预备好这样子 那我很谢谢Melody牧师 她很体谅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队都有一个家长 或是老师会讲英文 就陪我们 或是讲当地的语言 然后可以陪我们进到这些家 做一个桥梁 我记得我这一队呢 就陪了一个妈妈 她叫做Joyce 所以她就陪我们 早上陪我们探访了三家之后 谢谢她 大家有比较熟悉了一点之后 下午我们又继续去探访 哇 下午这一家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真的我们三个人进去 就是满了 他们又一直说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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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要坐到大家腿上了 不知道要往哪里坐 那这个门一关 我才发现 哇 家里是这个 伸手不见五指 哇 这个家是这么黑的 我真的是看不清楚 OK 所以我们就尝试 在那个家里面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所以这个家长 就是爸爸 他就开始介绍 他的名字 我讲了一个名字这样 然后讲啊 这个是他孩子 那个是他第几个孩子 那个第几个孩子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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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他就说 这个是我太太 然后我就心里想 OK 这个是他太太 那旁边那个女人是谁呢 我就心里一直想不透 奇怪 为什么还有一个女人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问说 那请问这一位是 我心里的纠结是说 是不是我不了解 肯雅的文化 他们其实一夫多妻 还是怎么样 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在这个房间里 然后可是我又想说 等一下要讲话 不问名字很不礼貌 所以我就还是问 啊 对不起啊 你的名字是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Joyce 就像很靠近我这样 I'm Joyce 你就听到那个房间 黑到我 连我自己的同工的脸 然后他们当然 他们也很 好 颜色比较深一点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然后他就很靠近 I'm Joyce 然后他就笑着这样 牙齿白的这样 然后我想 哎呦天啊 真的是完全看不见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就是多数贫民库家庭的样貌 好 可是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那次探访了一些家庭之后 我非常的 觉得不可思议 好 不可思议的地方是这样 他们很多的家 这些的爸爸妈妈 跟我们坐下来 就在谈孩子的教育 妈妈就在谈说 他想要怎么样 多去兼一份工作 希望我们为他祷告 妈妈就在说 如果他可以跟他谁的朋友 一起合伙 什么进一些汽水 摆在家门口卖 他们就可以多赚一点钱 让多一个孩子读书 这些爸爸妈妈就在这边 跟我们谈孩子的教育 我说的惊讶是 我有去过一些其他贫困的地区 或是贫民库 其实同样在这样困境的条件里面 很多的家长 谈的是他们生活的困难 可是你会看到 抽烟的抽烟 喝酒的喝酒 吸毒的吸毒 嫖激的嫖激 他们没有在思考 孩子的教育 所以我很惊讶 可是我也在那个旅程里 立刻得到了解答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Camillo学校现在450个孩子 这些孩子是James Melody牧师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去拜访这些的家长 一个一个转化 这些家长的观念 让他们愿意把孩子 带到学校里来 我永远都记得Melody跟我讲过 她的一个经历 她说她在说服一个爸爸 一个礼拜少抽一包烟 她说我就跟这个爸爸讲 爸爸 你一个礼拜如果少抽一包烟 你就有多一个孩子 可以来Camillo读书 她说爸爸 因为有一天我希望孩子感谢的不是Camillo 孩子感谢的是你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 这些宣教士 他们已经耕耘了 这么长的一片土地上 现在神给我们一个 一起去浇灌的机会 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影片 为这个曙光的计划 他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神也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来欢迎这个影片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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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your moment Now it's not the time for you to hold back Don't overthink it's time to react The moment has come, don't let it slip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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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closer than it's ever been And now it's more than just a win It's where your life begins 感謝主 當我們在預備這個計畫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更多跟Melody 詢問這些畢業生的故事 然後簡單跟你們分享一兩個 這位是Faith 她在2007年呢 她從Kamito小學 非常優異的成績畢業 進入高中 她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她寫了一篇日記 分享她在平民窟的生活 結果聲明大造 非常多的人來關注她 那她繼續的為平民窟 為她的生命發生之後呢 就有這個得到獎學金計畫 所以她非常優秀 進到美國的大學 她就讀的是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國際關係 國際法 然後她又繼續在美國深造 已經今年研究所 剛畢業 她一路都是拿公費的獎學金 她研究所讀的是 Gender Empowerment 她應該是非常的渴望 能夠為一些的婦女 在這個方面能夠發聲 當我們問Melody 關於這些畢業生的故事的時候 Melody是非常的高興 她每天一兩 一下子又傳一個故事給我 一下又傳一個故事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影片 Cometo畢業生 如果她trace的到想的到 光是有就讀大學或是研究所 就超過68位 還有40位是讀 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這種工專 所以你看到他們進到各行各業 成為護士 成為空服員 成為銀行職員 成為經理 成為警察 成為軍人 成為老師 等等等 成為設計師 所以今天我們每個人手上 你有拿到這樣一張的DM 裡面還有孩子們的故事 我盼望你可以拿回去 可是我希望 你不覺得這只是一個故事 他們在等待一個機會 很多這些優秀的孩子 我相信在這樣疫情之後 如果他們的家庭 連生計都顧不了 孩子的教育是非常容易被犧牲的 可是我相信這是神邀請我們 能夠撒種 這些孩子 將來就是肯亞 甚至是整個非洲 一個轉化的關鍵 他們現在就是那個幼苗 神邀請我們能夠 一起來浇灌 在他們的學習上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機會 那最後我要說 其實每一次在宣教樂的裡面 對我們宣傳出來講 是非常大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 我們盼望我們的宣教師 在海外回應神的呼召的時候 他們深深知道 這裡有一個支持他們的母堂 那今年因為我們去 都飛不出去 所以我們就也第一次在線上 來連結我們的宣教師 所以我們還要分時區 還要分語言 很多宣教師其實是第一次看到對方 因為他們平常都在不同的地方 你是Melody啊 聽說你啊什麼的 在網路上他們也是這樣對話 我還記得有一天很可愛 這個藍秋傳道 他從太北 他就說因為疫情嘛 就沒有辦法聚會 所以他就在種菜 帶著他的婦女們呢 大家就種菜 結果沒想到也是大豐收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大豐收的照片 下一張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宣教師 都這麼會種菜 他說種了呢 又可以去探訪 探訪又是伴手禮 又連結教會 哇好處多多這樣子 不管他分享了 他分享完了 惠文宣教師也分享 我們家門口那個火龍果樹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長一直長 周圍的青少年都來我們家 來了都不走 一直在那邊吃飯聊天吃水果 然後迎新宣教師也說 他說我們孩子有的回不了家了 就在我們的學生中心做便當 做便當 就賣給周圍的領舍 來賺一點錢 補貼補 我就覺得 哇我們這些宣教師 他們是在何等辛苦的光景 可是我們看見 生命在他們裡面生生不息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或許 今年或是任何時候 你感覺到你自己也在那個 枯乾的光景裡面 我盼望你看看這些 宣教師生命的見證 在我們裡面的基督的生命 是生生不息的 Amen Amen 所以最後呢 我們也想要說的就是 其實今年 因為很多事情都暫停了 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跟心思 我們真的是在思想 當我們不能出去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體質 就是我們整個宣教師的培育 還有關顧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年本來五月 是要邀請很多的宣教師 是能夠一起回家 但是因為疫情的緣故 我們暫停舉辦 那這個宣教師的回家 不只是我們平常常常在提到的 宣教牧師的負擔是 他覺得更多 有一些更早期 已經出去很久的宣教師 我們盼望他們可以回來 跟母堂連結 而且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下一代的宣教師 是非常需要傳承他們身上的 生命跟恩告的 OK 所以我們盼望明年的 疫情稍緩的時候 我們這個宣教師回家的計畫 可以來執行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 謝謝大家的時間 那你們進來的時候 都有拿到一個這個 宣教員的奉獻帶 你可以看著感動 按著我們今天所分享的 可以回應這個暫停劍下的宣教 但是卻是一個挑約的時刻 上面有我們不同的專案 那你可以出去的時候 一樣投入在我們外面的奉獻箱 或者是你可以打開 在上面有我們線上 我們所有的專案 今年都可以用信用卡在線上來支持 再一次感謝大家 謝謝 特別對我來講 接著準牧師以後 當然 大概真正我們整合一下這個宣教 直到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坦白說 那時候我沒想到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果效 但是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 除非我們投資 否則我們不會有成果 除非我們投資 不僅是所謂的財務出去 我們人要出去 我們才有這個成果 那主要這樣的一個觀念 從哪裡來 我們說宣教是做神的事情 坦白說 神整個心意 做神最大的工作 就是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不是請別人來做 是他自己的獨生愛子 主耶稣 親自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 當我們講到宣教的時候 你不能不了解這節的經文 就是 剛剛我們奉獻的時候也唱過了 我們唱的時候也唱過 也是他很熟的這節經文 這邊是這樣的說到 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節 耶稣說 人死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 若不都在地裡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世上生命 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人來服侍我 若人來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 服侍我的人也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 我必尊重他 這段經文 應該是可以 就是從不同角度來看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豐富的一段經文 不過就接著剛剛 Amy的一些的分享 我抓幾個重點 跟大家來談 什麼叫做一粒麥子的原則 什麼叫做一粒麥子 若不在地死了 坦白說 主耶穌 如果這個 你讀大概 我想都會有別的思想 這是講他自己 從他的角度 什麼叫做一粒麥子死了 如果不死 人就是一粒 若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是講他自己 所以你要思想 當主耶穌用這個來表明 他就是那個麥子的時候 到底他在講什麼 為什麼他用這個來形容 他的所謂宣教的工作 一粒麥子是有生命 一粒麥子 他自己很豐富的 這代表主耶穌 他是很豐富 因為他是三位體的第二位 他是神 他擁有一切 但是他卻從天上來到地上 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落在地裡 甚至最後 包括是真正的 literary 就是照字面翻的 他甚至死在石架上 他不是空空的來 他不是把他有的東西 留在天上 在地上走一趟 然後講一下宣教怎麼重要 不 他帶著一切的豐盛 來到這個地上 所以他才能夠講這句話 人只來是叫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豐盛 他不是空空的來做一套 走一趟的這個宗教的旅程 也不在這邊做一些所謂的善事 勸家做善 他把自己 跟他所謂擁有一切的 帶到這個地上來 但不是帶到地上 顯明他多麼的有本領 他就埋在那裡 他就死了 所以帶出的結果 不僅帶出宣教的事工 也帶出那些走在宣教裡面的宣教士 但我們每次講到宣教士 在我思想裡面 絕對不是傳道人而已 宣教士就是為這個course 為這個使命走出去的人 原則是什麼 如果做宣教 你覺得做就做啦 白白做啦 有果效有果效 不不 單單這件事情 就讓我們知道 宣教是榮耀神 也是神榮耀我們的事 所以你要想到宣教 不是看環境 不是看果效怎麼樣 那個當然是我們希望有果效 這是人之常情 我們希望果效比我們超過更多 我們甚至知道 這是神格外的恩典 都對 都對 不過你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在那段時間沒有果效 就像我們計劃了多久 甚至這一年 如果是今年 我們出去這個super team的話 我們應該有一百五十人出去 我們全都停擺 然後玩以後 一些已經訂了飛機票的 我們還就需要怎麼補助他們 你從不假的來講 牧師這樣很虧耶 OK 從人角度來 我絕對同意 甚至我都覺得有點 可能我們安排得不夠好 不夠周到 但是從神的角度來講 我的孩子來 主耶穌來 就是給 從來沒有想到 要收成什麼 不是為他自己來收成 我意思是說 他就給 不是留著一些在天上 帶一些到地上來 給完了 沒有了 回到天上我還有 他全部的帶下來 他全部的帶下來 所以這邊給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宣教是因為 Ostvo Chamber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宣教不是為了看到人 世人的可憐 不是為了世人的那些需要 我們做一些的 所謂的 因為我們的良心的責任 我們做一些善事 因為這些很多宗教家 很多宗教徒 很多事業家都在做 宣教的主要 後面那幾句話是我補的 前面句話是他講 宣教主要的目的 是因為走在神的子裡面 好叫神得榮耀 他跟他的學生這樣說 宣教永遠 因為這是神的命令 因為這是神的心意 所以不要把人的心意 這時候插在 你可以排持續先後 那邊的很軟弱很可憐 他們的需要都對 但是第一件事情 做一個宣教師 要很清楚知道 不是人呼召他 不是他自己的心血 而最後有個感動 因為神呼召了他 因為他知道這神的呼召 第二個原則 這邊我要提一件事 宣教是一個謙卑順不得服侍 OK 你有個神 我願意 今天我們唱十歌 我願意 我願意的底下 事情有没有發生 就帶出一個 我們是有這樣一個態度嗎 所說的 我們是夠謙卑嗎 我們是夠順服嗎 今天不要說別的 包括宣教士 你碰過一些宣教機構 以前我在教會是負責 我做職事的時候 是負責宣教 當我碰到一些宣教機構 連宣教機構裡面的宣教士 都在爭執的時候 或者教會跟宣教士 打對台的時候 你說教會不喜歡做宣教 你覺得宣教士 沒有心 走到外面 做一個陌生環境做宣教 那為什麼到時候 就沖在一起 這是生命的問題 謙卑嗎 順服嗎 當然這兩個 我們不能夠用這兩個 就代表我們了解一切 謙卑 什麼叫謙卑 順服 什麼叫順服 如果我舉幾個例子 謙卑能夠包容別人嗎 只有你看的是對 什麼叫順服 順服是你聽見了神的聲音嗎 不然你怎麼順服 你順服什麼 你只順服別人的一個想法 一個宣教士做一個報告以後 他轰轰烈烈 甚至說 游天啊 這個我五十歲早點退休 這是我 我早點退休 因為受一個宣教士的營養 我就放假一下跟從主 那為什麼不早點退休 要到五十歲 因為我還有我的計劃在裡面 所以謙卑順服 是在整個操練的裡面 包括我們做 在教會當中 在教會的各樣服飾 在神的話裡面的裝備 聖靈的所謂更新 最後我只會這樣說 宣教是一個跟從主的服飾 這邊用句話 跟從主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你要向主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來 我想弟兄姊妹 不要再問我 歐姆斯 我們做基督 我們的命令 這是什麼 我的命令是什麼 你的命令 就是向主耶穌基督 跟從主 第一個 就是向主耶穌基督 你的生命向主耶穌基督 你的思想 你的mindset 就向主耶穌基督 沒有一樣事情是我的 父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父怎麼做我就跟他做 但不要停在那裡 很重要的一個 跟從主 這邊講的一句話 就是你要學主的方法 主的樣式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在公眾 我在那裡 服侍我人也在那裡 The point is 你去非洲跟去緬甸 那邊的兩群人是不一樣的人 你不能夠在非洲做那一套 就搬到緬甸去 有些分堂的牧師 牧師 你在做主人牧師幾年 你會告訴我 你在那邊 聽說有一些事情發生 做一些事 你會告訴我 我就想我當然可以告訴你 但是我說你千萬不要有這個壓力 我做的 在台北林昂正做的 不見得適合做在你的分堂 因為我們本來就背景不一樣 那現在講什麼 講方法 講那個策略 所以當時說跟從主的時候 對我們的生命要跟從主 第二個 你的方法 你的策略 對我講福音書就很重要 《使律行傳》就很重要 《使律行傳》就很重要 《使律行傳》是告訴我們 主怎麼做 《使律行傳》是告訴我們 後面的教會是怎麼follow 怎麼效法 主的方式 把主的生命活出來 所以當你講宣教的時候 大概不太容易想到 《使律行傳》 原來是歐穆斯做宣教的 很主要的幾個的原則 當然 可能你可以讀出 學到有更多的原則 我相信都很重要 不過起碼 這是對我來講 我們這一年來 我這麼專心做宣教 不是宣教有沒有果效 宣教本來就是給 你不期待那個宣教的機構 哪一天哪一地方 他們把奉獻寄回來 不會 我從來沒有這樣期待 他能夠有起來 能夠幫助更多的 這就結出許多的子力來 照著我們過去 母堂或是我們的本部 怎麼幫助他們 他們起來以後 照樣地做出去 因為我們不是做慈善事業 我們不是做好事 我們是做神 要我們做的事 因為我們這樣做 就是榮耀神 I hope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 我要我要 我願意 我願意 你真做嗎 我去過了 但我不適合 你要問了 你去過幾次宣教 參加我們的短宣 包括Super Team 你覺得不適合 要問了 真的 你的恩赐不在這半 或神的呼召 給你在另一方面更明顯 這是一個可能 但另外一個 是否 你不適合 你覺得不適合做 是需要調整你的生命 謙卑 你願意完全勝負 我常跟出去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Amy帶隊等等 我就跟同工一起去的 如果你都不能夠順服你的領隊 你怎麼能夠順服神呢 這是很簡單的 在一個教會裡面 你不能夠順服 帶領你的 你說你順服神 對外來講這很難了解事情 宣教 就是讓我們更多的向主耶穌基督 跟從我 跟從主以後 結果什麼 就更多的向主耶穌基督 剛剛Amy給我們看了一些的 這個所謂的 這些的果效 其實它有很多 我們看不完 所以第二個 我很快地提提 可以落實教會的宣教 或是教會宣教的落實 這是一個生命的代價 我覺得教會做宣教 有一種的做法 就是我們把資源出去 因為聽了一些報告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他們真是需要資源 但是我一個更期待的 如果同意剛剛 第一大點我所想的 要跟從主 我希望我們教會不僅是財務出去 我們希望教會是人出去 財務出去的時候 人也跟得出去 因為你走一趟宣教 而且落實地 跟他們的需要聯合在一起 站在他們的角度 來解決他們的需要 不是就寄筆錢啊 你們怎麼去做 不 所以有一次有人告訴我 牧師 好像你做這麼的事情 你都沒有像一個企業的 這個CEO說 跟我們一個同工說到 歐牧師怎麼都沒有像我們 要這個 要支持 我說如果要的話 我需要有個時間 給我半個鐘 我知道他很忙 給我半個鐘 我要告訴他 我們教會做這些宣教 還有其他各樣的事工 為什麼要做些 給我一點時間跟你解釋 我還以後你要告訴我 你對哪一個事工有負擔 你不見得對全部有負擔 你對哪一個有負擔 如果這是你的負擔 在我們教會的這個 所謂的策劃的裡面 我接受你的支持 否則不用 否則你要去支持別的教會 如果別的教會 某樣事工 跟你的負擔是連結在一起 我的point is 不只是為了宣教做宣教 我的心 你的心 要成為個宣教士來做宣教 這才是神的心意 也因為這緣故 所以我們開放這個 我們需要做的時候 不只是一個禮拜十天 我們就發單章傳福音而已 那個很重要 因為人的生命改變 在我們把神的道理 但同時 我要看見 那邊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 我們就開始回來 我們就定成 我們這次去的 主要的幾個projects 幾個的工作的目標 我們去了 有策劃 有定期 我們去了 十天 我們會把什麼東西做起來 十天 下次再去 再過 明年再去 十天把它做起來 這就是 我們有看到肯亞的國校 也從 叶里昕執事開始 他們的團隊開始 牙醫的 這個醫療團隊開始 其實以前 還有 我們的另外林弟兄 也在那邊 在負責 我們一步做起來 你就看到 這些年來 看到國校出來的時候 也看到 多少人 因為進到這樣一個策劃 進到這樣的project 他們越來越強的 對於宣教的負擔 換句話說 對那邊的需要 這也帶出一個 叫做 一個 叫做 轉化的事工 講到第二點的時候 我還是要提一提 當我在 以前在職事 我在以前的教會 就是我還不知道 做傳達 負責這個宣教 所以我常跟一些的 這個宣教士在談 有時候我參加一些 宣教的conference 西方怎麼做宣教 我不是每個 包括有幾個宣教士 做一個非常重要的confession 就是所謂的confession 就是認罪 承認他們的錯誤 因為西方的宣教士 到了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給人家看見 這一樣事情 叫做驕傲 我們行 我們行 我們的文化 是先進 你們文化是落後 我們的這樣做法是對的 你們的習慣是錯的 所以有一個宣教士 這樣就說 我們還沒有把福音 帶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先要把 用他們的話 我們的拆繪 我們的拆繪 是要我們先把 我們西方的文化 就是生活習慣 帶到那個地方去 福音都還沒有帶到那個地方 所以那邊的文化 跟我們的西方文化 就衝突 給人家一個感覺 就是說 我們從外面來 改變他們的文化 所以用這個字 這個叫做 所謂的侵略 這個叫invasion 但倒過來 謙卑 順服 走進他們當中 跟他們融合在一起 如果他們有需要 不是他們的需要 也是我的需要 一起來解決這些困難 在這個困難當中 一起決當中 我的態度 我的信仰 說我的原則 跟他們是不一樣 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 不過他們做一個比較以後 他們發現 我的神 比他們的神來得強 我的神所信任 對我的影響 比他們的神 對他們的影響 來得強 以至於他們就慢慢轉變 這個叫轉化 這個叫什麼 叫transformation 先叫不能夠走在 invasion的 侵略的 這種的 態度的裡面 方式裡面 要進到這個所謂的 transformation 轉化的裡面 那一講到轉化的時候 很重要的 剛剛講的 心態改變了 你需要 職場的弟兄姊妹 要進來 如果剛你聽的時候 你就發現 如果單單憑歐牧師 你覺得我會想住 這麼多施工男嗎 如果就是請ammy 帶著一些童工 就是我們用這個策劃 沒有這些作為 職場的專業進來 這種事情會發生嗎 我有這個領受從神來的 我跟童工講 他們說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然後底下 弟兄姊妹回應了 每個的 用大家聽得懂 叫出錢出力 對我講不是那句話 把每個人神站上的呼召 神問的預備 拿出來 一粒麥子 若不若在地裡死掉 人就是一粒 把你有的 不要把你沒有的 拿出來 不要去宣教 一個禮拜 十天 晃圈就回來 把你有的 拿出來 就帶出一個轉化的功能來 最後 這句話有意思 若有人來服侍我 我 不必尊重他 這樣的服侍的目標 這樣服侍的態度 這樣服侍帶出來的期待 為什麼這樣說 這是今天這幾年來 我們有這麼一些的結果 因為我知道 父神尊重我們 尊重 不是怕我們 就是honor我們 這個字應該翻譯成叫honor我們 為什麼他一定要honor我們 因為我們是做他的事 而且用他給我們的生命 來做他的事 換句話 我們所做的 就代表父神所做的 他能夠不honor他自己嗎 他能夠不尊重他自己嗎 我知道 宣職的同工 很忙 很多事情 不要忘記的 他們的辦公室小小的 也是那幾個人 他要管整個世界 我們的宣教工作 很感謝主 我常睡不著覺 不過現在已經有一群人 陪我一起睡不著覺 但我們的睡不著覺 不是掛慮班 不是擔憂 不是害怕 我們的睡不著覺 是因為我們非常非常興奮 因為我們知道 父神在尊重我們 因為我們做他們做的事 所以我們求神恩待我們 讓我們教會一起 同心合理的 出錢的出力 出錢的出錢 出力的出力 或者你也出錢 你也出力 我們要把一些的領受 現在的 目前的 跟將來的 我們都 帶到弟兄弟面前 所以我還是再一次提 弟兄弟為這個事情來祷告 我們工作絕對沒有停止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做 而且透過這些疫情 我們有蠻多的 這個檢討 回想的時候 我們正是在這困難當中 所謂危機 我們應該逮出轉 我們會發展一下 所以神好像給我們一個機會 逼著我們去想 到底還有什麼新的事情 我們要做 因為過去做了 慢慢慢慢 我們在開始看到 那個果效的裡面 我們真的很開心 神也怕我們 我們只在這個果效的當中 我們有點停下來 只是說 我們把它做大做大 沒有錯 但是做大 我認為 應該是他們接班來做的 肯亞做的 匈牙利做的 我們過去幾年常講到這個 吉普山 他們也是種東西 也是長什麼 蘿蔔都長得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 我常常用這句話 這個世界是神 這個天地是神 我們做了好管家 這些人成為神的好管家 從沒有信主變成信主 神一定會祝福他們 我們說宣教是神的信義 我們做在神心當中 神一定會honor我們 honor我們 honor我們手中所做的 因此 我們做這些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尊容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祷告 我們一起站起來 我們一起開口再次祷告 為這個過去 神在教會 特別宣教這塊所做的工作 我們先讓感謝和讚美 我們要求主席引領我們 沒有一樣事情 每一個環境 可以stop我們 停止神的工作 我們繼續往前走 求主就恩大 特別在宣教月這個月當中 不僅神對教會分享的時候 你看見神在這個教會的帶領 我求神 我們求神 也對你來說話 我相信你說 好像這工作做不來 我相信 當你心中有這個想法說 神啊 拆解我 神一定會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一個門 給你一個路 讓你走在宣教的裡面 過去你是用禱告來支持 用這個財物來支持 我相信神更是樂意 你走上去 因為跟踪我的人 我在哪裡 你也會在哪裡 我們靠同生的禱告 我們願望感謝主 我們求主 帶領我們向前 噢 我的主 我神我非常感謝 祂美 現在我們這個神 就做人 主要幫我們帶進信 當中 幫我們帶進信 在帶領裡面 噢 我我們的教會 我們這個人 願主得造我們 得造我們 得造我們 讚美 讚美 天佛 我們謝謝 我們感謝和讚美 每次想到 你只有一個兒子 你卻派他成為宣教師 主耶穌 你本有神的形象 你有神的榮耀 你就是神 你卻願意從天上到地上 好像一粒麥子一樣 在地上 埋葬了 死了 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以及今天我們這些蒙恩得救人 因著你的緣故 因著父神的愛 因著主耶穌 你的完全的謙卑 信靠順服 也是今天 我們不僅能夠蒙恩得救 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有了神的生命 聖靈 謝謝你 你已經把那個生命 給了我們 你已經藉著 我們在主面前的回轉 你重生了我們 聖靈 引領我們 對我們每個說話 我們的順服 是因為聽見主的聲音 我們的謙卑 是因為看見神的榜樣 我們就繼續走在父神的心意 走在宣教這個行列的裡面 因為我們也相信 因為我們也相信 當我們這樣做 我們這樣一生 這樣的走上交路 父神 你會尊重我們 帶領我們向前 把我們帶進新的當中 聽我們的禱告 若在我們當中有弟兄姊妹 因為這時候 你為一些事情 或蠻多事情 你能劳力到程度 精疲力盡 但是好像覺得 好像還是摸不著方向 還是看到困難沒有減少 或是那個的壓力 比人家的更大 好像有點更亂 我們在這時候 謙卑跟順服 這是我們跟從主 唯一的態度 唯一的方法 若是你願意 在這時候做一個操練 生命的操練 把自己放下 跟主說 我不再管 我交給你 我不再用自己的方法來處理 不用自己的力量承擔 你來帶領我 你有這需要的話 你需要我們一起為你祷告的時候 等下唱著四個首 請你到前面來 我們要為你祷告 如果在我們當中 有人這個肩膀脖子 還有脊椎 為這些問題 有問題的 你可以到前面來 等下唱著四個首 我們要為你祷告 如果還有別的需要 甚至還沒有信耶穌 還沒有受洗 如果這時候 你覺得 你的人生 是在你能夠走在神的心當中 你需要重新的調整人生 你可以到前面來 跟我們的同工們講一下 你願意更多認識耶穌 我們要為你祷告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我們把自己放下 不論我們的工作 不論我們的生活 甚至我們的服事 我們都交在神的手裡 主啊 讓我們成為一個 你拆派的人 讓我們成為一個 你把我們放在這個環境上 成為一個你可以用的宣教師 帶領我們進到新的方向 空間把站在前面的弟兄姊妹 交在你的手裡 主啊 求你今天對他們來說話 向他們來顯現 你按守在他們的身上 你拖住他們 你意識他們 主啊 你恩膏在他們身上 好讓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工作 都看見你的大能 求你與他們同在 所以把在座弟兄姊妹 交战的手中 人家分散了 求你要保守 分散你的腳 所以當我們從這邊 離開的時候 願我主耶穌的恩惠 天父的慈愛 聖靈感動 交通式的公益和平和喜樂 常常與你們總同在 從今天直到永永遠遠 Amen Amen 把榮耀归給神 對 乖 要加一對 是 對 謝謝 對 我